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重案组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探长 也有我们的新西兰场刑警义德sir Yes Sir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有关于今天深水堡的劏房 三个小女孩被他们的妈妈亲手用枕头 把他们捕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 这宗案件既峰回路转之余 也相当令人觉得可惜 而且再加上他们的族裔背景 可能大家有些位置未必那么明白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我们看到后来在今天下午四点左右 警方就在现场附近 做了一个案情简报 更多的内情终于知道了 由警方说一定是准确很多 可能一开始有些报道说是 巴基斯坦裔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现在正式来说 警方在案情简报中说了 这个疑空母亲是印度裔 不过据说全家都有身份证 即是香港的身份证 情况就是 警方也说到了涉事单位的时候 这位母亲看来也相当平静 而这个劏房单位大概是200尺左右 一厅一房的尺寸 租住了大概是11个月 他们目前来说是领取中援过活 间接地来说 即是金钱方面 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一开始也看到很多不同的媒体 我在另一节也提到 风传说是她爸爸所做的 甚至还说是有武器 即是印度太太的丈夫所做的 如是者查过后 其实不是的 是她做的 丰回路转的单位 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另一节 说他们已经分居了大概一年了 甚至乎一直来说 甚少联络 再者 你说分居之前 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据说也没有发生什么家庭暴力 是的 这个也是突然间出现这件事 会不会是跟妈妈的精神有莫大关系 我认为就是 她的精神问题方面 你说是不是会有精神病 不过根据警方案情简部所说 就是之前 甚至乎现在 她也没有说要去接受一些 精神科方面的诊治 或者什么纪录 是没有的 记住 没有不代表她这一刻 或者叫犯案的时候 是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你说家暴又没有 那是有什么呢 现在初步相信 牵涉到家庭的感情问题 当然 你说要分居的话 可能有些感情上不太妥的 就算分开了 如是者 这个妈妈带着三个小孩 那个爸爸 据说应该是跟第三者 有没有住在一起 不知道 总之是不排除涉及第三者 甚至乎不想这三个小朋友 交给其他人照顾 会不会是爸爸想再婚 然后再婚之后 会不会想带走这三个小妹妹 导致妈妈一时想不开 就把三个小孩送上楼 如果是的话 都真的挺可怕的 那我再说回 刚才阿棠提到 精神状态有没有什么不妥呢 因为有些帮助这类型 在深水埗生活得比较困苦的 小数族裔的家庭的个案是怎样的 大部分人都不懂得求助 所以唯有靠自己的同乡 在这些围炉圈中 互相帮助大家 再加上隐性的机率比较高 我们甚至乎在今天听到 警方的案情简报的时候 你也看到了 钟sir也说过去来说 是有社工跟进的 不过其实近一段时间 已经是closed file 为什么closed file 没有人知道 但是如果你closed file 你可以再开一个 file 为什么相关的这位阿泰 又不去找呢 去帮忙 刚才也提到 可能他们会比较围炉圈 再加上 南亚裔方面的朋友 他们惯性 大多数都是老公 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 太太那些 可能留在家里照顾小孩 做家头小毛 是的 这样的安排 好处就是 有人看着小孩 但不好处就是 可能两夫妻之间的感情关系 可能会变差 因为爸爸就经常都很少回到家 因为工作忙碌 再加上尤其是这些小数族裔 本身收入就不是那么好的 可能因为这样 连爸爸都要经常都要开车 到处走的 从中 可能两夫妻因为这样 产生一定的问题 是吧 据说这对夫妇 已经是分居了 分居就可能会对妈妈造成很多的压力都未定 因为始终妈妈就没有工作 可能她也明白自己没有什么工作技能 还有负担都不小 因为要照过三个小孩 压力是很大的事实上 对妈妈来说 可能是因为种种的压力 而令到她想不开又有了 又或者真的已经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 因为那个角色的转换 变成了由女性撑起家 当然钱就不用找回来 因为有中门 你不知道她背后还会有些静悄悄 可能不够的东西 有没有手作仔 或者一边买一些东西 大家不知道 所以变成了她 好像做了男性的角色 一时间困苦 或者自己不接受这种角色 令自己的生活压力很大 所以要社署方面派一些社工 看看他们是否合不合 继续照顾小孩 因为有时候 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一旦压力爆煲 就会有今次的悲剧 听到钟sir说起案情的时候 为什么会推断枕头呢 就说枕头上有些少血迹 再加上小朋友面上也有些少血迹 所以估计应该是枕头所做出来的 你说今早上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会在屋里面吵吵吵吵 也说当时鄰居也不觉得有什么吵吵 似乎是否这个母亲突然间 有什么情绪问题 看见到三个女孩在这里 但是就做出这样的 导致几个女孩离开了 后来就由警员 就将她黑布蒙头 这样带走了 发生这些事 都是很令人惋惜的 而且也涉及一些 都是较为基层的 一般人又有什么可以支援这类基层的人呢 再加上他们作为的少数族裔 可能这方面对于社会去支援这些少数族裔 而有基层的人可能更加少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隐蔽式的个案 真的挺惨的 有时社工方面想去拍门给他 又没有人回应 是他们不想面对 像我们其他中国人的面孔 觉得沟通方面也不太好 这个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说几次拍门都不认的话 都说社署都是NGO 要帮忙跟进的个案 即是马上人会想 是不是没有人帮他 是不是社署没有理他 是不是社工没有理他 为什么会弄到这样 为什么他们四个关门 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没有人知道 那又很难怪 即是如果你找不到他 或者他不想让你找到的话 就真的挺大的事 我们也看到钟sir 在今天的案情简报也有提到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点关心你身边的 例如像轮舍 刚才我提到 其实有其他南亚裔的 或者也住在附近 再者 这个妈妈 她也可以联络到她妈妈 就是三个小朋友的妻子 然后再见到舅舅 就马上过来 即是间接地来说 你们这些家庭方面的事情 都不会很远 不过就算是香港的 远也有个抱 是没有的 乘搭车还是怎样的 可能带几个小孩 我们去见一下 即是见一下妻子 妻子去看孙儿子玩玩玩 让你放松一下 聊聊聊天 吃一下家乡小吃 可能这个人可以减压一点 当然 你说住的地方 很难说住得很好 会不会申请公屋上楼 这方面是一件事 再者 提到要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即使她家居住的附近 也会不会有类似的 南亚裔的朋友 也是这样的 会不会大家有论谈谈 真是的 这些很难 社工或是想帮你的人 经常见到你 经常找到你 就算我们 方向去做派饭 其实我们之前 去一些葵涌 那些比较屋邨的地方 去派给一些单身家庭 或是低收入家庭 派给她们 当然我们把照片放出来 我们就会打架 或是蒙 你看得到 即是他们一家大小 或是小朋友 和母亲一起来拿出物资 可能你说 这些物资 只有罐头 可能只有几包面 可能只有少许米 或是糖 或是茶包 但是你看得出那个笑容 他们是开心的 甚至会觉得 好像一家企业 来拿到这些小小的物资 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是 也会开心的 或多或少 尤其是对基层来说 都是算一个帮助 是的 日后我们留意一下 不如太阳好吗 我们望向 看看有没有什么 一些慈善的事物 是的 我们过往 都是关注老人家多 现在我们可能 都要做多一些 看看其他族裔的基层市民 都可能可以关注一下 是吧 就是看有没有机会接触到 可以派物资也好 因为他们拿到物资 尤其是小朋友 他们觉得 好像可以为家出了一分力 也是的 没错 另外如果这些家长 如果他们来到 也会感受到 社会来说 有人愿意去帮助他们 跟他们接触等等 当然他们一定要肯下来 如果他们像这个家庭 他们不肯出来 他们不肯见人 这又是大问题 所以就算社会上的人 想帮他们 给一些关心 给一些守望商 但他们不愿意出来 这又真是挺难搞的 是啊 还有一件事就是 根据警方所说的 可能现在只是怀疑 涉及家庭感情问题 而且也说可能是 是不排除可能涉及第三者 又或者 又或者 是不想见到三个小女孩 就交给另一些人的照顾 这方面 如果涉及这些感情问题 其实对女性的压力 真的非常大 因为始终都是自己的亲生骨弱 但可以见到 她是倚靠纵援维生 如果这对夫妻 是欠抚养权的话 那对女性来说 这位婦人 自己没有收入 又拿纵援 在欠抚养权的方面 的确是很难有牙力 可以欠得到 因为她没有收入 没有工作能力 又要照顾小孩 对不对 她不舍得这几个小孩 给了人 现在看到女事主的姑拉 也由警方的车辆送到医院 她到医院的时候 她也很激动 当然她没有什么受伤 她就向传媒 非常机关枪式 一轮嘴上说 意思是 很激动 她和我的弟弟 已经分居了 不是住在同一间屋 已经成年了 也说 她的弟弟 即是三个小孩的爸爸 正在努力争取 这三个侄女的抚养权 现在正在等法庭的裁决 也说 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妈妈 这么狠心 将三个女生 送她去另一个地方 也说 她的弟弟和她的妈妈 和她一起住 不是和她们几个母女一起住 记者就问姑拉 你觉得那个女儿的妈妈 这个疑犯 究竟是否有精神问题 她答是yes 当然 你记住 她不能代表是真还是假 可能她看到这个妈妈做了这件事 当然会觉得 她为什么这样做 当然是神经病 那些人就觉得她有精神问题 所以这一句她这样答 yes 我觉得一定要有所保留 不要说她是神经病 一定是 精神有问题 要有医学报告才行 是 没错 所以就算最近期 荷里活广场的案件 现在大家看到 疑空都要还压 在小岚那里 因为另外也要再等 两份精神科医生报告 才可以再继续审讯 所以也不能够一旦咬定 她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所以如果你说现在 觉得是令杰新欢 不想把女儿交出来 看来 机会率就算是极高 所以我们要再说一点 就是在案情简部 钟sir 我看见他 他自己的样子都很深刻 觉得今次这宗案件 是很严重的案件 因为牵涉到 有三个小生命 是 这次真的很惊讶 希望这宗案件 如果真的有一些 类似的家庭 希望你们尝试去接触社工 看看如何得到 圆满一点的解决 千万不要想起一遍 其他的生命 你们没有权去奪去 好了 我们今次不如来到这里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